一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或者素仗 第六个 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启发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要用座的直到心情 右手做金刚拳 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辄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三鼓金刚数一 压制作笔以后的话 从右笔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往外排出三次气 这个左手就是做金刚才 也是压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住右笔 从左笔孔当中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才 压在大腿的梗 从两笔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祈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也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将写 我在这里的这个城市里面是确实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就大概一次高的地方呢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想就是啊 就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提啊 根本上是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密乱分别心呢 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你一样 就是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能生起来 然后呢就是 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就是用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照 就是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是在他面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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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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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贪欲信没有一点的利益 就是乖海无穷 乖海无有任何利益的是这样的一种娱乐 那么这个用比喻来说明的话呢 就是也很容易的 比如说这个以前的话呢 就是拖着那种这个车的 就是一些这个 就是马或者是牛啊等等 就是用他们来这个拖车 但拖车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经过遥远的这个路程 那那个时候呢 就是如果这个圣口在路上 路旁边就看见一些 这个绿油油的这个青草的话呢 就是他就生起贪心 就是想那个停下来就是享用 那么当他停下来就是吃一口草的时候呢 就是没有想到的这个车夫呢 就是用这个鞭子来就是狠狠地出他 而且就是他这个一贯性的这个车轮呢 就是就已经就摧毁了他的整个身体 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受到了伤害 甚至呢就是也送上性命 就是有极大的这种危害性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想想的时候呢 就是当时他为了就是吃一口草 整个这个自己的垂打 受伤 乃至这个死亡的这些痛苦呢 就是值不值得就是我们也可以观察 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漫长道路上的话呢 许许多多的人呢 唯唯了一瞬间的世间的余妙的暗的 而就是毁坏了就是自己的解脱的这种敏根 那么自己的这种解脱的真正的这个长远的目标呢 就是全部都是被这个摧毁的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的话呢 就是确实也是前前往往的人呢 就是就根本不知道就是自己的这个人生啊 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价值者 一直呢就是一味的这个贪执 一直呢就是追求这个就是自己的这种目标 就是盲目的就是去这个追逐 就是就是那这是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合理的 表面上看到我们很多人呢 就是觉得获得有意义 获得很开心 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自己这个所行所想啊 就是全部都是这个被盗 而且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怜 因此呢就我们世间当中的这个贪与一起来的话呢 那么就是很多的这种痛苦呢 就是自然而然会获得的 而这个如果是处于一种这个烧欲当中 就是自主烧欲里面当中的话呢 那么就是身心都会这个获得自在的 因此这个佛陀呢就是在那个八达这个人具经啊 就是经当中的是这样讲的 就是生死疲劳 从贪于其 呃 烧欲物为 呃 身心自在啊 就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死的这种呃 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些极大的痛苦和疲劳呢 全部是以贪欲而这个生起的 而这个身心自在的这种快乐呢 就是从这个自主烧欲 就是不追求贪欲的这种境界里面啊 这个出来的 就是这样子已经自然有了 这个人流行的 人流行的 就是这么多的 人流行的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也没人 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 有什么来说呢 就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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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证明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么刚才前面也讲了 像世间当中的这些谈议 依靠材料 依靠一些不经心等等 这样的这种获得的快乐 其实是相当的微波主导的 非常微波的 但这样的微波的这种快乐 不要说我们具有高潮智慧的人 甚至我们平时人们都觉得是低等动物的旁生 就是圣畜 他们的话也是可以共享的 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为了获得世间的这些利益 而进行劳作 进行操劳的话 像这些众生是真的是太可怜了 他们明明知道这个人生是非常难得 而以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全部撤回了自己具有十八种下满的 难得的像如意宝那样的人生 所以非常不值得 大家应该就是值得这个盛世 我们知道这个世间当中的话 很多旁生也是实际上 比如说积累财产 或者说是对与他的异性的贪爱 这些行为并不是特别的困难的 对他们来讲是有一定的本领 有一定的高潮的技术 所以说有时候旁生戒所做到的这些事情 人们自己认为是自己特别有这种智慧 其实也并不是这样 真正的安乐恐怕也是不会得到的 我们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些相守的 游乐的这种快乐的话 那么一个瑜伽是在短暂的时间当中 作参的这种安乐 就是无漏的这种安乐相比较起来的话 那么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也是比不上他的这种快乐 所以我们世间人无人为安乐的话 也实际上并不是快乐的 因此我们这里大家也应该想到 非常细微的或者说非常淡薄的快乐 就是我们不应该值得追求 现在世间人们的话 只要是积累财产 其实积累财产就是获得的快乐 然后通过感情上获得的快乐 认为是人生的目标 其实也并不是人 萨迦班智达也是说过 就是说是整天贪论财产与世 持及双处自出生 就是说整天都是贪财产 贪财产一些事物的话 那么这个是具有双脚的旁生 就没有什么差别的 然后说是什么 微信自己自赐何 其非出生亦能行 也是这样讲过吧 就是整天都是除了寻求吃的 喝的以外呢 就是没有什么别的目标的话呢 那难道不是这个旁生也是能共同做的事情吗 我们世间人很多人呢 有了欠以后呢 就是就拼命地去玩 就整天都是这个吃喝玩乐当中呢 就是就莫光这个什么 就是特别珍贵的这种这个时光啊 就是那这是不合理的 就是现在的这个世界的一些动物界的话呢 就是当它快乐的时候呢 它也是它有一种它的游戏 就是它自由自在的在它的天地下呢 会这个生活的 这一点呢 我觉得不是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目标 对我来说来呀 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目标 那么自然的目前 names 2011年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生的行为 对Ii 也就是这个人生的行为 的 就是我们这个人生的行为 很慢 谢谢小姐 就是主持人生的行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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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这个世间当中的话 应该可以这样说 就是很多的这种痛苦 全部都是来源于贪欲 也就是说 一切的贪欲快乐 这些最后都是会毁灭的 而且贪子他们很容易堕落 为了一瞬间这种快乐 最后在千百万劫当中 地狱里面这个束缺 是非常不值得的意思 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不管是你感受什么样的快乐 即使受到了专轮网的这种快乐 最后一瞬间当中也是会毁灭的 没有任何可靠性的 大家也知道 世间的一切乐数的话 最终也是会毁灭的 龙猛菩萨也说了 世间一切的唯苦被辩慨 就是世间当中的一切快乐 全部都是最后 就是以痛苦来把它毁灭的 也说是没有任何可靠的 再就是这样的这种贪欲 就是贪欲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的众生 在地狱当中 在饿鬼当中 在旁生当中继续受苦 这样的受苦的来源 就是以前享受过快乐 但最后一定会毁灭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规律而导致的 因为我们世间当中 也是所谓的这种四种边际 就是四种边际 那么这一点 就是在《阿含经》里面 《阿含经》里面 也是比较明确的讲了 就是说是 集聚众善理 崇高必堕落 回合众善理 有生无不舍 有生无不舍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集聚的 最后会灭尽的 高的最后会智慧堕落的 而回合最后一定会散离 只要有生 最后分其彼死 就是所谓的四种边来 因此做整个世间的一切万物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的 人们认为是一种快乐 其实这个快乐的真正的本体 就是去我们去抛弃 我们如果去抛弃的话 那么就是没有任何可靠的 很有可能 就是现在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谈语 最后就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轮回当中受无量的痛苦 时间当中的一些所谓的 不管是一心之间的快乐也好 依靠财富 名称 所得的快乐其实在分别人当中 这是一瞬间的一种执着 就是一瞬间的一种勒索 按照中观报卖论和中观四百论的 有些对快乐和痛苦的分析当中 也是说了 实际上我们所谓的相受快乐 只不过是渐轻痛苦 只不过把痛苦这种感受稍微微薄弱 就在那个时候人们把它当作为快乐而已 就是快乐而已 就是没有真正的快乐 轮回火 轮回我想 totally Она信职 Spin 在这种假面 可能在无疾病 当中 הא好 是咆哨 如此 谢谢 这种ugs petrol 这种 matches 它 弅 非常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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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用在佛道方面 那么即刻能够成为主 成佛的因缘 即便是没有成佛 最低也是得到 我们不会转入到善恶趣当中 会得到这种把握 可是呢 我们世间人们的话呢 就是平民的日日夜夜的 也可以说是 勤勤可可 勤勤夜夜的 寻求就是世间的快乐 而真的用的学佛方面的话呢 就是用的时间都特别的少 因此自己呢 遇到佛法的时候呢 就是希望大家也是不要这个 尤其是对这个闻思修行呢 不要就是特别的去这个积决啊 就是 这是没有这个任何意义的 现在世间当中呢 其他的这个各种这个花样就是非常多的 就是让这个引诱我们的 让欺骗我们的 让散乱我们的 这样的这个 各种各样的这种技术啊 艺术啊 就外面有各种现象就是 层次不穷 就是相当多的 但这些对我们来讲 短暂的人生当中呢 恐怕就是不是很重要的 应该就是从那个佛教的 包括当中呢 就是自己要获得这个结局 就是我们这个人生的这种 这个道路上的这个坎坷的这个鸡皮呢 就是应该用这个如意宝来 值得这个埋怨 所以说大家应该 希求这个珍宝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如意宝 就是这一点就是很重要的 现在人们呢 就是如果真的把这个世界 用在这方面的话呢 那肯定就是这个比修行 还更多的快乐呢 就是会得得到的 这种修行当中的痛苦受到的话 那百分之一都是不会的 但始终呢 就是这些众生啊 就漂泊在轮回当中 没有获得就是真正的殊胜菩萨果位 所以呢 就是应该说是 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怜啦 就是整天都是 就是在这样这个就是忙忙碌碌当中 而这个度日子 就是这样子来说的 玷川和萝华的工作 就是这样子准确或者就是这样子冲1堆 就是这样子冲一上子的参加 就是这样子冲1个人 就这样子冲2回头 就是这样子冲1ruktur1品冲1个人 就是这样子冲2桶 就是这样子冲2个人 更多的另外一个冲2桶 那些小鉄的时候那一步也会更多的 就这样子冲1 vo3历3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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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痛苦 如果比较起来的话 就是没办法 就是代替的意思 思维地狱苦 失职诸欲还 诶诸欲还 非多兵器或 贤敌所能力 那么我们应该就是 深深的思维 就是所谓这个贪 贪心的这种过报 那么贪心呢 就是它最后得来的 这个地狱 饿鬼 旁生的 无良的这种痛苦 而且世间也极其的漫长 就是千倍万劫 就是在里面这个疏过 它的这个程度的话呢 就像这个《亲友说》里面 所讲的那样 就是我们这个三百个人 这个赤字这个断毛 就是赤字一个人的身上的这种痛苦呢 连这个地狱的轻微的痛苦呢 就是也无法这个相提并论的 因此说呢 我们知道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谈语啊 它所带来的这个祸害 它所带来的这个过患的话呢 我们世间上的最可怕的 任何一个这种灾难和危害呢 就是无法这个相逼的 我们世间当中呢 去觉得是啊 这个中毒了 或者是受到这个战争 就是用这个兵器 兵戈 还有这个蒙活等等 那么这些呢 还有这个先帝啊 就是等等 就是地水活风的违缘 认为是这是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是最大的这个灾难的 其实呢 如果用这个智慧来真正去观察的时候呢 比如说这个人都中毒了 中毒了的话呢 就是最多是我们这个 舍弃了这一味道而已就是 还有一些呢 就是什么那个 就是用各种什么宝剑啊 就是什么武器啊 就是用这样的损害的话呢 也是最多是这个毁坏这个境界而言 然后我们这个造火啦 就是欺货了 啊 觉得是这个很大的这个灾难呢 其实那个造火也是不要紧的 就是最多一些那个 喷喷喷喷啊 就是这些都就打烂了 就是除此之外呢 也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危害 但是所谓的这个贪欲心 在我们这个相续当中蔓延的话呢 确实是这个不仅是精神 精神当中也是 很多这个贪欲心比较强烈的话呢 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没有这个兴趣啊 就是我们世间当中呢 就是应该就是可以这样想 以前这个佛陀在这个 这个《佛子相会经》里面呢 就是也讲了很多的这个比喻 就是所谓的这个贪欲呢 就是比如说那个毒液啊 就是毒液啊 还有这个抱歉啊 以及呢就是病格蒙荷等等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比喻 就是贪欲而生的 以前那个一些这个古大德 就是修行的这些人们的话呢 就是都经常这样讲的 世间诸苦患皆有贪欲胜 就是世间诸苦患皆有贪欲胜 就是许多这个高僧大德的话呢 就是都觉得是这个世间的这种贪欲啊 对我们的这个危害是很大的 五个光正在这个《窍诀报道》当中呢 就是也讲了就是六种贪欲的这种故患 就是这个即生当中呢 就是身心就是不得自在就是痛苦 然后来世呢就是漂泊于轮回这个恶趣当中 就是恶恶趣当中 然后这个人与人之间呢 就是互相争论啊 就是经常这个 你是我获得就是争斗 就是也是这个贪欲而生的 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毁坏自己的这个善业 增长这个恶业 还有呢就是受到了这个很多圣者的这种贺词 就是贪欲大德人呢 就真的是受到这样的这个贺词 本期间 都不是给予了 每对死亡的这种贺词 帖子人也就是受到了这个他们 的那一个很大不够的 但是你现在就去到这个恶业 然后就把这种贺词 才 sheriff的最后 不够的女子 还有个人 我这种贺词 有那种贺词 对 我那个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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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